她被称为蔬菜西施,是整个菜市场里,最美的女人,有一双会说话的眼睛,却从未摘下口罩,究竟是害羞,还是太依靠美颜,蔬菜西施口罩之下究竟长什么样子,我是绑姐,下面让我们一起走进上海蔬菜西施杀其骂的网红之路。 莎奇马和母亲在上海经营一个摊位,在这个大都市中,就连菜市场摊主,都打扮得像随时登上梯台,并且还是在嘈杂的菜市场,在这个菜市场,琪琪就是颜值担当,她被人称为蔬菜西施,颜值高身材好,看起来瘦弱,但身材高挑,前凸后翘,看起来十分健康,经常会有人打听琪琪喜欢吃什么,就是为了塑造同款身材。 她凭借超高颜值,带动自家生意,许多客户会专门到琪琪家买菜,也有人为了和她多相处一段时间,在买菜时为难琪琪,让她把小葱里顺,琪琪的主要工作就是和蔡打交道,无论是在老家,还是在菜市场,都要负责。 她把菜收拾得新鲜,在老家时,琪琪会帮外婆浇水,她一点都不浇气,除草后能直接在田边小溪里洗手,也能把十几斤的瓜糠在肩膀上带回家,而一旁的外婆眼中满是欣慰,虽然她不擅长干农活,却肯做一些简单工作,外婆年纪大了,不能提水,琪琪每次去外婆家,都会帮她提水浇菜。 这样的琪琪身上充满乡村气息,从原本被制宜摆拍,变得接地气,琪琪漂亮又努力工作,很难不被喜欢。 她是粉丝的梦中情人。 凭借善解人意的性格,以及肯吃苦走红,在琪琪眼中,没有辛苦的工作,只有不勤劳的自己,琪琪人美还孝顺,当没有客人的时候,她就会帮妈妈按摩,即使自己也很累,却不会在家人面前喊累,她总是想多做一些,这样才能让妈妈轻松一点。 她总是表示自己来自农村,对上海充满好奇,对琪琪来说,能经营好摊位,就是最好的结果。 她十分珍惜这个摊位,每次下班后,都要仔细打扫,打玉米皮收拾起来,把垃圾扔到百米外的垃圾桶。 在她扔垃圾的途中,所有人都会不自觉地看向她,眼镜就像粘在琪琪身上,根本无暇顾及其他。 琪琪的好身材得到所有人认证,但她的颜值却遭到质疑,问题就出在口罩上,或许是太害羞。 导致琪琪整天戴着口罩,即使现在已经三十多度,也丝毫不妨碍她戴口罩,她的眼睛亮晶晶的,能传达情绪,可无论她的眼睛有多漂亮,网友还是想看全脸。 毕竟如今的美颜太强大,有人担心自己被蒙骗,因此不断有人喊话琪琪,让她摘下口罩,不管颜值高低,都展示出来看看。 但琪琪始终不肯露面,你认为琪琪是真漂亮,还是下半张脸不好看,羞于见人,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。 关注我,你想看的网红故事竟在网红咸鱼榜。